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崇拜很快就开始了 在崇拜之前请 弟兄姊妹先把您的手提电话关闭或者调到静音 网上的弟兄姊妹 请把你的麦克风关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次欢迎弟兄姊妹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报告事项 今天是圣灵将临节后第四个主日 欢迎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今天也是父亲节哦 愿主祝福弟兄姊妹及天下的爸爸们 身心灵健康喜乐与天父更接近 如果您是今天的主角 请起立 就是所有的爸爸 所有的爸爸 站着 站着 请站着 发赞得礼物 拿礼物 这个moment 我们充当一下 爸爸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感谢今天为圣堂献花的弟兄姊妹 有雷先生跟雷太太 还有凯旋姊妹 Nina跟那个Matthew Mark 崇拜以后呢 我们有茶叙 欢迎参加 那今天的主日学会暂停一次 因为是父亲节 一往后边中要个爸爸 阿妈都 Zoom上的弟兄姊妹 请记得 您的房间必须是安静 并且只有在宣照的时候 才打开你的麦克风 在7月12月的茶叙 那个7月到12月的茶叙 清理表 那个志愿表在交仪厅的桌子上 请大家把握服事的机会 把你宝贵的名字 选一天写在上面 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教会清洁日 下个主日英文堂后12点 我们会清洁我们的教堂 请大家纪念 纪念预留时间一起来参加 让上帝的家庭整洁美好 我们的新的父母师 我们的新的父母师 Pasar Vivana 会在6月30号 跟他的家人们 会跟我们一起参加崇拜 那当然当天呢 就是中英文联合崇拜 会在早上10点开始 崇拜后呢 那我们有个欢迎会 希望大家也是一起来参加 一起热烈欢迎他们 我们继续为 YCVM主任Silver的复原 来关心还有带导 并且那个捐款帮助他的家庭 能度过这次的难关 那可以使用那个捐封 请写Silver 如果您是用支票的话呢 抬头写CCUMC 在那个memo那边呢 著名是Silver 捐款了到7月底为止 英文堂的Becky姊妹 将会参加一个一起活动 为了在以哈战争中 巴勒斯坦受伤 以及饥饿的儿童来募仇 请使用格牧师电邮中的连接 在网上来捐款 如果你不懂在网上捐款的话呢 需要帮助 请找我们的Wiki姊妹 看一下我们有什么代导事项 为教会当中独居的长者 得到主保守 并为他们的身体欠安的弟兄姊妹 得到上帝的医治 可以早日康复 当中有我们的永生弟兄 Iva Janet姊妹 还有CK弟兄 还有在台湾的美惠姊妹 还有影太的儿子Raymond 还有我们的檀弟兄 凯旋姊妹呢 会在近日呢 接受那个膝盖头的手术 请为这个手术 还有术后 妇员 得主保守顺利的平安 也继续为我们的 雷弟兄来带导 他已经转出家户病房了 到了康复的中心 请为他的信心与复原 以及家人来带导 那也为这个暑期 很多弟兄姊妹 可能有行程出外的 也为弟兄姊妹们来带导 我们更加的 为俄乌以及乙哈等 这些战争的停火带导 求主赐和平 我们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外出 Lio这个星期也要去香港了 我们真的祝福他的行程 还有Wendy今天也要回中国了 熊虹姐妹已经在昨天 已经飞去中国了 所以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功课室的家长 孩子也都是真的 这个暑假回到中国 所以为这些人的行程 平安祷告 另外我们今天要欢迎 Lucy的女婿 James的爸爸 孙云福弟兄 来到我们的教会 我知道他现在都很努力的读圣经 求主带领他 真的是吸引他 祝福你在美国新的生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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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那这里呢我有一个额外的报告呢 我们收到一个邀请 就是一个 一个美籍的 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美籍的教授 社会学教授叫做 Jacob Thomas 他有中文名字叫唐龙 他在做一个香港移民的这个调查 他想要做这个研究 所以呢 如果 当然我们都已经移民来这里了 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问卷 这个问卷 这个问卷是保密的 如果你愿意接受问卷呢 就是 或者是愿意接受访谈 那就是有稍微的酬劳 一个小时 十块钱 那他想要知道 大家移民的这个经验怎么样 那如果你有兴趣 请你跟我联系 我可以回应他这样 好 谢谢 中文或粵 普通话 不对 广东话跟英文 所以你可以选广东话 来进行这个interview 这样子 OK 关于雷弟兄呢 他已经转到这个San Francisco的San Mary's Hospital 在那里呢 他有得到 可以应该得到的照顾 并且呢 有更多这个therapy的治疗的这个服务 比如说肢体的这个身体的附件的治疗 还有甚至是语言方面的 或者是特比比较密集的这个治疗服务 所以这医院就决定说 他可以去到那里 那感谢主 这个湾区只有两间的医院提供这种服务 一间在马林县 离雷泰就很远了 交通也不方便 刚好San Mary's在旧金山这里呢 只有一个位置 就真的是很快就替他拿到了 所以他就转过去 所以患环境对病人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记得我们为他祷告 他们也都很感谢兄弟姐妹一直纪念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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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请礼 这是多么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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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 你歌手每次都在的美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美艳传扬你的慈爱 用时弦的乐器和弦 不用其优雅的心意 因你 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使我高兴 不要与你少说不早说不安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何其深 请坐 今天十个敬拜由我们的朱明师姊妹 大礼 好高兴看到各位 尤其是父亲们 好高兴见到各位 尤其是这么多的父亲们 各位弟兄姊妹 父亲节快乐 各位弟兄姊妹 父亲节快乐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 让我们一起去敬拜赞美神 祂不单只是我们的神 祂不单是我们的神 也是我们的王 也是我们的王 我们的阿爸父 神应当受赞美 神是应当受赞美 如果你可以的 请你起立 如果你方便的 请你起立 你可以唱前面的字 或者是瓜胡里面的字 都可以的 你可以唱前面的字 或者括胡里面的字 都可以 我敬拜三 我敬拜三 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 我赞美你 全身全力的 我寻求你 我寻求你 一生一世 我寻求你 你无法困 你无奸固 一切既白都归于你 一切赞美归于你 唯有你是我所欠慕 唯有你是我所欠慕 唯有你是应当受赞美 你无法困 愿千献及你 我遙台他 仰望你寶座 我信任你 只信任你 一切敬拜都歸於你 一切贈美歸於你 唯有你是我所渴望 唯有你是英雄所贊美 請坐 請坐 我們常常都會在暴風雨中 驚慌失措 我們常常會在暴風雨中 驚慌失措 但是當我們安靜下來的時候 但是當我們安靜下來的時候 才會察覺 無論是什麼環境 或者是困難 我們會發覺到 無論什麼環境和困難 父神仍然是掌權在我們的生命 我們只要緊緊地抓住他 我們就會看到風浪被他平息 我們會看到風浪被他平息 感謝神 在兒女忍弱的時候 總是堅固 在兒女軟弱的時候 總是堅固 總是保守一切 總是可以保守一切 族 藏我在翅膀 Construction 这该我在你大难手中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我与你站持暴风向空 扶你仍旧光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是祢是神 我领安息在基督里 你的难是我安然信号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我与你站持暴风向空 扶你仍旧光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是祢是神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我与你站持暴风向空 扶你仍旧光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是祢是神 我要安静是祢是神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请大家向在座的父亲们 献上你的祝福 或者是彼此问候 请大家在座序的父亲门天上 祝福彼此问候 请大家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高興看到Lucy的女婿 今天很高興我們見到Lucy的女婿 也很高興看到CK的兄弟 還有Lincoln弟兄帶我們中文堂 我最高興的是今天Leo 我們今天最開心 Leo在這裡和我們一起唱 終於請到他出山了 這首歌叫喬 這首歌叫喬 我很喜歡喬這首歌 我很喜歡喬這首歌 裡面把神將我們託付給父母親來照顧 他說裡面是神將我們託付給父母親照顧 從父母親延伸他的愛 由父母親延伸他的愛 他把這個描述得非常清楚明瞭 他把這個愛描述得很清楚明瞭 相信我們做父母親的 就是甘願為兒女而死的 相信我們做父母的甘願為兒女而死 就像基督為我們死一樣 保障基督為我們而死一樣 基督也是我們進天國的橋 基督也是我們進入天國的橋 那我們用什麼來報答父母親呢 我們用什麼來報答父母親呢 我們用什麼來報答神呢 我們用什麼來報答神呢 你不用告訴我 你自己想的 你不用告訴我 你自己想一想 你不用告訴我 你自己想一想 為烹飽為烹飽為烹飽我手 父母親延伸天父愛 耕心堅相長渡橋 何君兇 昔我不怕過 众真親恩善伯之無邊大開陽 為願你我孝順 祝福相親雄太 父母親現身天父愛 根深獻身長道橋 和群雄焰我不怕過 父母親年幾歲漸老 一生現身長道橋 容養你我在雙面輕輕鬆鬆在走過 在經過不分風雨度過 父母親現身天父愛 今生現身長道橋 和群雄焰我不怕過 父母親年幾歲漸老 一生現身長道橋 請大家低頭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在這個時刻 聚集在你的面前 心存感恩和謙卑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是我們的創造者 是我們生命的源頭 是我們的牧者 的引導者 感謝你 因為你的恩典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是如此的豐盛 感謝你 聖下我們在地上的父親 祝這個父親節 願天下的父親節快樂 身體健康 更加願 你的醫治的大能 臨到每一個身體上 有病痛的弟兄姊妹們 我們有軟弱的 求主來鋼強我們 也願這個世界各地和平 戰爭能夠停息 願神在祝福天下的父親節快樂 我們這樣子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我們繼續用主導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度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叫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傳世你的直到永遠 Amen 今天有我們的李濤弟兄 為我們讀經 他第一次鼓勵鼓勵他 秀郭芬 证文记载在新约马克福音第4章26节到32节 耶稣又说 上帝的国如同人把枕子撒在地上 黑夜睡觉白日起来 这枕子就发芽生长 那人却不知道如何会这样 土地自然而然地出产五穀 先发苗后长岁 然后岁上结成饱满的骨子 五穀熟了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 耶稣又说 我们可用什么来比较神的国呢 可用什么比喻来说明呢 它像一粒芥菜枕 种在地里的时候 虽比地上所有的种子都小 但种下去以后 它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只 以致天上的飞鸟可以在它的樱下筑巢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 感谢上帝 感谢李涛地乡为我们诵读圣经 感谢李涛地乡帮我们诵读圣经 我很高兴我邀请她的时候 她一口就答应了 很高兴要胡适 很高兴当牧师邀请她的时候 她一口就答应 我觉得这也是神迹 这个也是一个神迹 那个愿意的心是神迹 这个愿意的心真的是神迹 所以兄弟姐妹 你相信神迹对不对 弟兄姐妹你相信神迹对吗 你经验过神迹吗 你经验过神迹吗 那你怎么定义神迹 以至于你觉得你经验过神迹 你怎么定义这个神迹 你经历到呢 神迹它这个字呢 希腊文的字叫 Dynamics 神迹是来自希腊语 叫Dynamics 我们英文有Dynamite 我们有Dynamite 就是英文翻作Miracle 英文翻作Miracle 字面的意思就是那个力量 字面的意思就是力量 那就是说有这个能力 有意能 不一样的能力的意思 就是说有力量有能力 不一样的意思 所以神迹的意思是说 无法用人们的尝试来解释 然后最后要归于上帝的作为的一种现象 就是说呢 无法用人类的常识去解释 最后是归于上帝的作为 那个现象 那我们基督徒是相信神迹的 我们基督徒是相信神迹的 因为我们相信的大能是 绝对可以有能力来介入一些 我们所谓自然的事物 我们是相信大能是绝对有能力 介入我们人类的这个世界 但是在现代的文化里面 但是现代的文化呢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神迹 被人刻意的忽视 我们有时见到神迹被人刻意的忽视 特别是现代人很喜欢用科学的知识 来解释很多的现象 特别我们现代人 我们很喜欢用现代的科学 解释所有的现象 譬如彩虹 古代人就觉得彩虹太神奇了 譬如彩虹 古代的人会觉得彩虹很神奇的 但是现在的人我们知道彩虹是什么 这个光的折射 这个雨滴 阳光照在这个雨滴上 经过折射 就会有这个彩虹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呢 彩虹是为什么这样来 因为阳光折射到雨水 要折射到七个颜色 好像这个彩虹的神秘色彩就没有了 变成彩虹的神秘色彩就没有了 所以现代人喜欢用这些科学的知识 来解释一些超值 我们看起来像超自然的现象 所以现代人是喜欢用现代的科学来解释 我们觉得是超自然的现象 特别无神论者特别喜欢这样做 特别那些无神论者他们是喜欢这样做 他们一直这样做就好像到最后好像容易相信神迹的人 所以虽然我们基督徒是相信神迹的 虽然我们基督徒虽然相信神迹 但是我们也不想要被无神论者这样嘲讽 好像你们都是没有知识才相信神迹 所以我们变得对神迹的要求也超高的 这个标准很高 所以我们对神迹的要求变得很高了 不过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会错过我们身边的一些小神迹 因为在我们眼中他们就是很自然 让我们不会去注意到他们 因为在我们的眼中他们变得很自然 我们一点都注意不到 但是我们的身边真的是充满神迹的 但是我们的身边真的是充满着神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常常这样想 为什么上帝只用水跟阳光 就可以让大地出产出这么多的食物 养育无数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但是我常常觉得 我很奇怪 为什么上帝只可以用水阳光 他已经令到大地可以出产这么多的食物 支持所有的生命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是不是很神奇呢 然后彩虹 我刚刚讲了这个彩虹 然后刚刚讲到我们讲过彩虹 不知道彩虹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知道彩虹是怎么产生的 可是我也会想 为什么折射之后 它就会有颜色跑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光是像没有颜色的 为什么经过水珠 然后这样折射 就有七种颜色跑出来 为什么我们看见的光好像是没有颜色的 但是折射给水之后会产生七个颜色的呢 为什么是七种颜色不是三种颜色 为什么是七个颜色又不是三个颜色呢 你知道我们的颜色里面有三种颜色对不对 大家知道我们有三个颜色 Yvonne 就知道了它是念这个颜色的 我看到一大群鸟真的是飞在一起很紧这样子 看到一大群的鸟是很紧密一起飞 然后我注意看它们在跳舞耶 然后我看到它们在跳舞耶 有队形耶 有队形的 哇这个旁边都是少少的鸟 中间一大群然后左右两边都只有少少的鸟这样子 有带头的小小的鸟 中间一大班然后最后有一两只鸟 然后它们就一下子往东飞 往西飞 东飞 西飞 一阵向东一阵向西 又向东又向西 你知道吗我这样看我这样初步的 初步的估计 大概有一千多只那么多耶 我初步估计有一千只那么多 然后它们这样子跳舞 我就好好奇 这一秒的瞬间谁给它们发号施令 让它们马上知道它要换方向了 我很好奇究竟哪一个是带头发号施令 让它们一秒钟一起转方向呢 没有两只鸟这样子撞头的 没有两只鸟是碰头的 我记得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心里太赞叹了 我看的时候心里太赞叹了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你看这些神迹都在提醒我们 你看这些神迹都是提醒了我们 人类永远没有办法复制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里面 就这么复杂 这么神奇 这么宽阔 人类是永远没有办法复制上帝的创造 这么神奇 这么美妙 这么宽广 这些都超越我们理解的范围 这些所有都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 今天的经文 耶稣用一个比喻也在说明这个事实 今天的经文 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事实 在人看来自然而然的事情呢 是有上帝奇妙的能力在运行 在做工 在人家眼中看来自然而然的事 其实是上帝奇妙的能力在工作 上帝能够让动物 让植物这样子自然的生长 上帝能够养动物 植物自然的生长 上帝也可以让他的国度 自然而然的完全的来到我们当中 上帝仍然可以让他的角度自然的 完全来到我们当中 耶稣用沙种的比喻来做上帝国的比喻 耶稣是用了沙种来比喻上帝国 所以这个对当时候做农业为主的犹太人来讲 是最好的比喻 最容易了解的比喻 他用这个比喻是对当时以农业生活为主的犹太人 是最好不过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愿意说什么 农人是看天吃饭 对不对 有句说话是农夫看天吃饭 就是说他们虽然努力的来耕种 但是最后有没有收成是不是丰收 他们能不能掌握呢 虽然农夫是很努力的工作 但是最后有没有收成 是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呢 不一定的 是吗 不一定 最重要就我们说要有风调雨顺 最重要要有风调雨顺 要按时的来有雨水啦 有阳光啦 有这个风吹啦 有甘露啊这些事情的 要按时的有雨水啦 风吹啦 甘露都需要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所谓的按时 我们听起来好自然 按时就下雨 我们冬天 我们这个湾区就是按时 冬天会下雨 是吗 所以我们常觉得按时是很自然的 譬如我们这个湾区 冬天是下雨的 这个按时就是一个秩序 这个按时就是一个罪述 那秩序这个事情 对上帝来讲 这是自然的 这个对上帝来讲是最自然的 但是呢对我们来看 这样的理解下面 这个秩序啊 真的是最神奇不过 最伟大的了 但是在我们眼中来看 这个是最神奇最伟大不过的 是神奇 所以耶稣的比喻说 在夜里呢 人都停止工作啦 去休息睡觉啦 耶稣的比喻说到 夜啦人都要停止工作 要去睡觉 睡觉啦 也就是说人已经尽力做他能做的 就是说人已经尽了力做他能够做的工 没有办法再做什么 没有办法再做些什么啦 这个时候呢 神就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做工啦 在这个时候 神就伸出他的奇妙的手来做工啦 但是神怎么让这个种子生长起来 但是神怎么将这些种子生长起来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看到 也没有人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说这是神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神迹 今天我们庆祝这个父亲节 今天我们庆祝父亲节 我们都很感谢父亲真的是努力工作赚钱养家 我们很感激父亲是努力工作赚钱养家 用他们特别的方式来爱小孩子 用他们特别的方法来爱小孩子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 我自己也当母亲 姐妹们也当母亲 当母亲的姊妹们 我们做父母我们都很清楚 做父母的都很清楚 我们可以尽力的来养育小孩 教养小孩 我们会尽力的照顾小孩养育小孩 培养小孩 培养小孩 但是他们一定会长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嘛 但是他们一定会长成我们期望的样子嘛 没有的 没有的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外面会碰到谁 我们不知道他出到这个外面会碰到什么 谁给他们好的影响或坏的影响 有些什么好的影响坏的影响 他们在电脑上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们上了电脑其实看着什么呢 哎呀身边好多危险诱惑的 还有身边很多的危险很多的诱惑 所以每次我看到我的孩子 每次看到我的孩子 我就感恩上帝 我就感恩上帝 至少他们没有变成坏小孩 会去害别人 至少他们没有学坏 没有去害别人 所以真的我们养育小孩 我们就已经经验到上帝的恩典 奇妙的恩典了 所以我们养育小孩 就已经经验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了 同样的 耶稣也是在讲 上帝国的奥秘是这样子的 同样的耶稣说 上帝国的奥秘也是这样的 上帝国会来临 上帝国会来临 不管人类的参与有多少 不管人类的参与有多少 使这个上帝国完全来临的 就是上帝 使上帝国完全来临的 就是上帝 就像使这个杀下去的种子 能够完全成长的 也是上帝 还有养到这个杀下去的种子 能够完全成长的 都是上帝 今天我们读的福音 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四章 那里面有很多杀种的比喻 那耶稣就借着这些种子的比喻 在教导众人 耶稣就藉着这些种子的比喻 教导众人 上帝的国如何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上帝的国如何来临我们的世界 如何改变我们这个世界 上帝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他还继续在创造这个世界 他仍然继续创造这个世界 要直到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统治完全的时候 要直至上帝的国度 完全来到完全他统治的时候 但是这个过程的奥秘 没有人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过程的奥秘 没有人知道 我们的新约里面有四本福音书 对不对 我们的新约福音有四本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福音 马太 马可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我们这四本里面哪一本书 最早写出来呢 哪一本书最早写出来呢 马可福音最早写出来 马可福音最早写出来 大概是在祖后65年到70年当中 大概是主后的65年到70年左右 作者是写信给当时候的 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团体 作者是写给当时的犹太人基督教团体 跟他们讲耶稣的福音 跟他们讲耶稣的福音 要坚定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要坚定他们对耶稣的信仰 但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碰到的是 他们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 但是当时的人是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 很多的暴力很多的压迫 很多的暴力很多的压迫 你知道那个犹太人还是很应景的 他们常常起来要起义要抗暴的 他们是整天都要起义要抗争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罗马帝国太大了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罗马帝国实在很强大 就在这个65年跟70年这当中呢 其实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有这个罗马帝国的士兵 已经都在那边攻打了 当时的六十至七十年左右呢 那个罗马的士兵已经在那个耶路撒冷攻打了 在那里平定那些犹太人起来的暴动 在那里平定了犹太人的暴动 所以耶稣的门徒 还有所有跟随耶稣的群众 他们心中都很困惑 他心中很困惑 很沮丧 他说马可福音这样告诉我们 马可福音这样讲 上帝国就要来 那现在呢 我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早就没了 我们以色列国早就没了 我的信仰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眼里还是非法的 我的宗教在这个罗马帝国都是非法的 我们这个信徒是受迫害的 我们信徒是受迫害 上帝的国怎么来啊 上帝的国究竟怎么可以来啊 他们真的很困惑很沮丧 他们很困惑沮丧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教会的历史 在教会的历史 我们看到的发展 我们看到的发展 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 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 罗马的皇帝 罗马皇帝 尊斯坦丁 军事坦丁 他就颁定了一个法令 他颁定这个法律 来说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 他说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 并且他自己也信基督教 并且他自己是信基督教 在那之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 当然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里面的地位就很高了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就很高了 但是在那之前 基督教还是非法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事件之前 基督教是非法的时候 每年都有百分 每十年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成长 每十年就有百分之四十的增长 这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兄弟姐妹我们 这个最近不要说 应该说主流教会的这个教派 我们的会友都在减少 我们讲现在主流教派的教友都在减少 要增加两个percent 五个percent都已经要很努力的 如果想增加或者两个percent 或者五个percent 都已经要很努力了 每十年增加四十个percent 每十年增加四十个percent 这样的成长秘诀在哪里 这个成长的秘诀在哪里呢 不是因为他们有宣教的计划 或者是有他们有外展的事工 不是说他们当时有宣教的计划 或者有外展事工 他们做的就是有耐心 他们是为了耐心 有耐心来实践他们所学的信仰 有耐心实践他们的信仰 所以那个时候的教父 就是一些信仰的导师 所以当时的那些教父信仰的导师 譬如像是奥利刚 或者是土特梁这些教父 譬如奥利根土特梁这些教父 他们就写信写书来告诉所有的信徒 他们就写信写书 一定要敬拜上帝 一定要实践在教会里所学到的真理 一定要实践在教会学的真理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在荣耀上帝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用荣耀上帝 他说基督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他说基督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就是把耶稣的教导实践出来在生活里 就是将耶稣的教导实践出来在生活上面 我们不是要去跟人家辩论的 我们不是说要跟人家辩论 是要让人看到我们怎么活出来那个生命 只是让人看到我们怎么活出来这个生命 基督徒在被迫害的时候 基督徒被迫害的时候 要有耐心 要忍耐 要忍耐 要避免报复 一定要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一定要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 他说 他说 如果每个人都已经相信主耶稣复活 他的能力是赢过死亡 如果每个人都相信主耶稣的复活 而且他有能力胜过死亡 那就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眼前这个罗马帝国 那就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眼前的罗马帝国 因为那也是会死的人所建立的帝国 因为那个是会死的人会先建立的帝国 不是上帝的帝国 不是上帝的帝国 他们的国度会过去的 他们的国度会过去的 所以要有耐心 所以要有耐心 所以因为这些教导 因为这些实践 所以因为这些教导 这些的时间 很多的人受吸引来加入教会 很多人受到吸引了 加入教会 这就是早期的教会 他们有的信仰的态度 这个是早期教会他们的信仰态度 有耐心 有来实践所学的真理 有耐心来到实践他们所信的真理 所以兄弟姐妹 今天的经文要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好消息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经文就是 说给我们知道这个好消息 当我们做我们能做的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做的时候 上帝就开始他奇妙的作为 上帝就会开始他的奇妙作为 神迹会发生 神迹会发生 上帝的国度会完全的领导 上帝的国度完全的领导 马可福音的读者 他们需要听到这样子的好消息 马可福音的读者 他们很需要听到这个好消息 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好消息 我们也都很需要这个好消息 照二三十年来 我们的教会一直有个担心 你知道这二三十年来 我们的教会一直都有个担心 其实不止我们教会 很多的华人教会 或者是少数族裔的教会 也是这样子 甚至白人教会也是都有这种担心的 其实不只是说我们教会 我们很多的小数族裔的教会 甚至白人的教会 都有这个担心 我们的教会还能够 在乌鲁这个地方多久 我们的教会再能够在屋鲁这个地方 可以多久呢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吸引人来 我们的教会可以增长 我们的教会可以兴旺 我们要做些什么可以吸引多些人来 我们怎样能够令教会增长 兴旺我们呢 我们就会说 我们来做外展的事工啊 我们来做外展事工啊 我们可以来接触外面的人 来吸引他们进来 我们接触外面的人吸引他们来 这是很好的 这个很好的 也很重要的 也都很重要 但是谁来做呢 带谁来做呢 要做的人一定要能够对信仰有一定的认识的 要做的人一定要对信仰有很好的认识 他是愿意服侍的 他要愿意服侍的 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要持续的 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要持续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从哪里来呢 这种的力量从哪里来呢 就是要从耐心的学习真理 耐心的实践所学习的真理而来 就要从耐心学习 耐心的实践真理而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 属灵的操练非常重要 属灵的操练非常重要 当我们做属灵操练的时候 我们就在实践我们所学的真理 当我们在做属灵操练的时候 我们就在实践我们的信仰 我们来参加聚会 我们参加聚会 你会说 牧师你上星期讲的我都忘记了 有些话 牧师你上星期讲的我不记得了 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 你记得你昨天吃什么吗 你记不记得昨天吃了什么 不记得 不记得了 但是你昨天吃的让你今天有健康 但是你昨天吃的令到你今天有健康 一样的 一样的 你来聚会 你来听讲道 你来查经 来学习 你来聚会 来听道 来查经 学习 不知不觉中 你的学习就让你的信仰能够得到深化了 不知不觉的 你的学习就令到你的信仰得到深化 你就会成长了 你就会成长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以前某个时间点有人向你传福音 因为以前某个时间 曾经有来 向你传福音 有人向你杀这个福音的种子 有人向你杀这个福音的种子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上帝有神迹在你身上 上帝有神迹在你的身上 以至我们能够把那个种子的根 真的是扎在耶稣的身上 以至我们能有这个种子的根 扎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跟神跟耶稣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跟耶稣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灵修 所以我们的灵修 我们的聚会 我们的聚会 都会帮助我们 都是会帮助我们的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这样子日积月累 我们的日积月累 虽然缓慢但是持续 虽然是很慢但是持续 日积月累下来 日积月累下来 在上帝的时间里面 在上帝的时间里面 我们会成熟 我们会成熟 我们会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会成为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命里 结出果实 我们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结出果实 那个果实是什么 这个果实是什么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上帝 上帝国的需要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国的需要 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可以大胆地出来说 我可以服侍 我们大胆地出去说 我可以服侍 我可以去杀种 我可以去杀种 就像那些以前 为我们杀种的人一样 就好像以前 曾经为我们杀种的人一样 所以兄弟姐妹 当我们分享耶稣的爱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分享耶稣爱的时候 我们去播下这个福音的种子的时候 我们去播下福音种子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要害怕 我们真的不要害怕 哎 我要讲什么 说什么啊 你就讲耶稣怎么样爱你 你就讲耶稣怎么样爱你 你就讲你在教会里 听到的这些道理 你就讲你在教会 所以听到的道理 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 我们是真的不需要担心 我们也不需要去知道 或去担心说 啊 我这样讲之后 是不是那个人的心里 这个福音的种子 会不会生长啊 我们不需要担心 我们讲给这个人听 那他的福音种子 是不是在他的生命里面生长啊 会长多快啊 会生多快呢 哎呀 什么时候可以成熟啊 哎呀 什么时候可以收割啊 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去担心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担心的事 当它发生的时候 它就发生了 当它发生的时候 它就会发生了 我们唯一需要知道的 我们唯一需要知道的是 当这些发生的时候 就是上帝已经做了神迹了 当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就是上帝已经做了神迹 我们就将所有的荣耀归给神 我们就将所有的荣耀归给神 所以我们要相信 所以我们要相信 即使我们的努力是很小的 即使我们的努力很小 我们信心是很小的 我们的信心很小 我们的传福音 我们觉得爱好有限 我们的传福音的 哎呀 好有限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开始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开始 上帝就会接续下面的工作 上帝就会继续下面的工作 上帝会有神迹 上帝会有神迹 我们要感谢 我们要感谢 在这些神迹里面 神给我们机会参与 在这个神迹里面 上帝给我们机会 我们一起参与 让我们与神同功 让我们与神同功 阿们 所以兄弟姐妹 我们与神同功 我们要来传讲耶稣 来拨下福音的种子 唯一做的就是 来讲耶稣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回应诗 我爱传承主耶稣的爱 我爱传承主耶稣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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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占荣美丁家 我都换成森口 依旧是那老故事 我心向往最高 我爱穿扬着母婴 送养大祖儿曾生 是不不他能自来 流传直到完蛋 阿们 以下是奉献时间 请弟兄姊妹们把您的奉献从中间的走道过来 把您的奉献放在奉献盘上 然后从两边的走道 回去您自己的座位上 祝你自己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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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时到永远 阿们 请坐 末道 必会 祝你自己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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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